刚刚的介绍结束了之后了 咱们接下来就继续了 想要实现迷你外部框架 那么有这么几个流程 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给大家在这已经画过了 那么有些人说了这个总结总结 我会到合适的地方 我自然会给你总结 你需要自己写的地方 肯定是你需要自己写 一定是这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地方 简单来说 今天咱们会写很多的程序 差不多会写这么七八个版本 会写这么七八个版本 它的每一个功能 它都是在迭代的 原来我说过迭代这个特语了 对吧 在上一个版本的技术上 在加工的这些迭代 那么咱们会从第一个版本 一直往后写 有写很多功能 那么咱们想要做的 这个迷你外部框架 它首先有一点是什么呢 它必须要基于http的服务器 没有http服务器 什么都无从谈起 那么言外这一次 咱们今天要用到了 这个http服务器 那么大家想想 咱们在之前的时候 说咱有一天在讲解哪 讲解这的时候 讲解这的时候 这两天的时候 是不是咱们已经做过了 一个简单版本的 是不是htt服务器了吧 进程的 现程的 斜程的 然后非堵塞的 就是那种方式 是不是咱都做过了吧 那么今天呢 咱们简单的说 有这么多种 咱们用哪一种的 哪种简单 用哪种简单 进程最简单 来 CD到咱们 这天里边去 咱们原来的时候 实现过 你像 这个多进程的 多线程的 Gwint的 然后单线程 非堵塞的 然后单线程 长连接的 ePod的 是不是咱们 全部都实现过了吧 咱不要去找这些复杂的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服务器 怎么多了就行了 那么今天咱找个简单的版本 听懂我意思了吧 不要找复杂的 万一出了bug了 你将来解译 这边用了 花很长时间 为什么呢 怎么简单 咱们选择的 今天咱们选了 咱们之前用了这个版本 把它当作载体 进行扩展 听清楚了吧 好了把这个的版本 咱们放到 咱们今天要 写代码的 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好了 Copy05 上一层路径里边的 Python18 文件夹里面去 好了 直接就进去了 那么我进去 上一层路径里边的 Python18 文件夹里面去 好了 当前我这个路径 是不是就进来了 当前我已经进来了 那么咱们原来 我刚刚呢 把咱们原来写的程序 择不过来了 它叫05 这肯定不合适 对不对 那么MV肯定是给它 改成01 那么给它 给这个名字 这是肯定的一个需求 又因为我刚刚 也简单介绍过 咱们今天呢 要写 比较多的 这样一个程序 那么每一个程序里边呢 有可能用到的资源 有很多 所以说 为了咱们大家的 更清晰的去理解这个东西 所以说呢 咱们接下来就建文件夹 MAKDRR比方说01 比方说01 什么的呢 把咱们之前做的这个多进程的服务器 是不是再重新咱们再看一下了吧 咱们再看一下啊 好了 也就是说 多进程-web服务器 好了 建了咱们文件夹 MV05 然后01进去 进去之后呢 咱们就CB这个文件夹里边去 大家可以看 这里不是不就有它了吧 给它改个名字太差了 MV05 然后叫什么呢 Web server Server.py 好了 是不是直接给它改成名字 是不是这个了吧 那么通吧 咱们VRM 咱们打开这个 咱们再简单回忆一下 咱们之前写的这个程序 大体上会是怎么样的 把这个全屏 因为咱们今天写很多代码 我就全屏了 好了 咱们简单回忆一下 看一个代码的时候 咱们 你是否是从第一行开始看啊 从哪看 先找慢函数 如果是VRM的模式 我去找的话 我怎么找呢 你咋知道这个代码又二十号了 直接来上一个斜杠 最重要是在命令模式 直接来上一个斜杠 直接敲一个慢 回车 那么你如果找到了呢 它就会以光别这种 闪动的方式来告诉你 如果是还有何几个怎么办呢 你就按消息这么N 它呢会继续向他找 向他找 当你找到结尾的时候 你按大写这么N 它会向上找 首先你输上一个斜杠 然后呢 你输上MIA 所有的这个 它都会找到了 那我想接下来要光标定位在这个 还是定位在这个呢 你按小写这么N 它就从上往下找 你按大写这么N 它就从下往上找 听懂我意思了吧 好了 你就按一下NN 你按一下N 它是从上往上找的 大写的N呢是从下往上 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找到了慢函数吧 那么它毕竟当前的这个 这个以谎言的显示 有点恶心 怎么办呢 你再来上一个斜杠 你找一个不存在了 它就没有了 你找个不存在的不就没有了吗 好了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大家看在我的第62号 是不是一个慢函数吧 那这个慢函数 它肯定是 一般来说慢函数 都是整个程序的 最开始的位置 知情 创建套件的TCP的服务器 对吧 EFINET 然后SOCK STREAM 是TCP的 SOCK DGRAM 是不是UDP的吧 创建TCP的服务器 有这么几步 他们还记得吗 第一步创建套件的 第二步绑定 第三步 第四步 是不是accept 等待客户端 是不是进行链接了吧 那么我加这一句话 从来还有一项吗 是不是这就牵扯了 TCP的三次握手 是不是还有三次挥手了吧 在四次挥手的时候 如果你的客户端先挥的手 那么最终你的客户端 那个资源 它不会立马释放 是不是它最终 是不是还会保存 是不是两到四分钟 是吧 如果你的服务器先释放了 是不是你的服务器的资源 是不是就会保存 两到四分钟吗 解你的服务器 如果挂了 立马再运行 它就告诉你 什么adress already in use 是吧 咱们只要加上这句话 你再去运行起来之后 如果你的服务器是先挂的 是不是将来也不会出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写上这句话 还记得 那么创建套杰字 绑定 接下来listen 然后接下来wire2 等待新的客户端的到来 然后呢 客户端到来的时候 咱们接下来这个位置 得到了一个新的套杰字 得到了客户端的地址 接下来是不是通过 multiprocess 创建了一个进程 这个地方通过 args的这种元素的方式 是不是把这个套杰字 是不是扔到了指定的那个进程里边 是不是去执行的那个函数里边去啊 那么 同学们 是不是还有印象 我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在卖函数里边close吗 如果是用的进程来实现的并发服务器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你这个地方创建了一个套杰字对象的时候 你创建了个套杰字对象的时候 比方说你返回了一个新的new socket new socket 这个new socket 你接下来不是又创建了个子进程吗 请问子进程里边按理说 是不是也有一个new socket 还记得吧 那么你有个new socket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咱们说过一个东西 是不是他们俩底层 是不是真正对应于的 是不是一个文件描述符 是不是叫的fd啊 是不是叫feel descript 还有印象吗 就是个东西 那么 是不是咱们 首先咱们让主进程里边 是不是先把这个关了 是不是他的引用 是不是现在就是1 只要你的客户端 这个只要一服务完 接下来当他一关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引用立马变成了0 是不是将来这个套杰字 立马是不是就会触发close的响应了 那么接下来 四次回数就开始启动了 这是咱们原来怎么说过 那么因此呢 多进程这个版本需要close 多现成的那个呢 多现成之间怎么的呢 共享资源 对吧 多现成之间共享资源 而进程之间是独立的 将来面试的时候 一定会问一个问题 进程和现成的区别 对吧 咱们后来是不是给大家懂结果 是不是还有一个现成的区别吧 你这个一定要去了解 进程是独立的 现成是共享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 咱就创建了一个子进程 让p去指向他 接下来子进程去这个函数里面去执行 是不是接下来说把这个套杰拿过去 那么按两个小写的G 回到这边去 这个就接收了那个参数 接下来 接收 客户端的请求 然后切割 然后我找到通过证格 我匹配出来他想要请求的是这个东西 我接下来 然后呢 找到了之后 我接下来用open打开他 然后接下来打开了 我就给他返回一个200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什么 一个hider 咱们说了 httb协议 是不是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 是不是一种通信的一种约定了吧 他分为request的请求 还有respond 是他想要 不管是请求还是响应里边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hider 是不是第二个部分 是不是叫body吧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想 如果我要是把这个文件能够充足的打开 我接下来是不是给他回应个200的头 我接下来是不是给他回应个什么200的 回应个具体的是不是一个body信息了吧 我给他一个头 我给他一个body 请问接下来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解决了吧 如果我打开这个文件找 打不开 那不就意味着找不到吗 找不到不就是给你4.0 是不是给你想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就认为找不到了吧 这是咱们之前就怎么实现的 刚刚呢 我又带咱们打架 几分钟咱们回了一下 那么 这个道理是否还能够成功了 咱们怎么做 你看这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他都到当前路径下来 html文件夹里面去找 你接下来要改代码 你首先保证当前是好 你再改 否则你上来就改 你要是改错了 你都不知道是原来就是好的 还是你改 把它改错了 好了 咱们 Copy上一层路径里边的python 还得上一层路径里边的python 10里边 有一个html文件夹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html文件夹了吧 来我把它考到当前路径 考文件夹的时候 写上一个什么 -r选项 来过来 好了 这个文件夹呢 大家看 是不是就成功了过来了 ls这个文件夹 大家应该还记得 是不是这里边 全部都是这些html文件了吧 以及一些其他东西都在这里 将银子 python3 然后web server 大家把它跑起来再说吧 后来这个端口是多少 Ctrl-V 那没有办法 我并不知道端口是多少 那回过去看吧 原来它的端口是7890 过一会儿的时候 我就带着咱们大家 都把这个端口的问题给你解了 或者说加上readme.txt 将来呢 记我写的程序 你看这个程序原来是我写的 我都不知道端口是多少 同理你写的程序 你过了几段 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此呢 要写一些东西来帮助你去记 这就是readme的一些提示信息 好了 端口7890 那么接下来 python3 web把它读起来 7890 打开当前的浏览器 127.0.0.1 7.890 走 对吧 点一个 点一个 是不是咱们原来实现的顾问 是不是可以的吧 没问题 OK CtrlC 接受它 R C就是它 这是咱们原来实现的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那么既然我要带着咱们大家 要干净什么事情了 咱们在讲 这个数据库之前 咱们是不是有两天的 是不是python的提高了一些东西了吧 在这里边主要是不是给大家讲解的东西 你看再回一回 咱们说了这个斜程的一个 进线程的一个缺陷 是不是 加L 说了一些什么深拷贝 墙拷贝 一些从这个位置开始 一直到提高2里面 全部都是在给大家加强 是面向对象的一些东西了吧 面向对象 直白的讲 就是有封装几层多块的这种特性 一个体现 这边来讲呢 就是你通过定一个类 接下来你创建一个施力对象 是不是施力对象里边 是不是就可以把很多东西 都封装在这个尸体对象里边去了吧 如果每一个施力对象 都各自拥有的数据 比方说我的名字 和我弟弟 和我哥哥 和我姐姐 和我妹妹 对吧 当然我也没有姐姐 我也妹妹 我只是说这个道理 那么将来什么呢 他都是 个人是个人的 但是如果我们家属于同一个家族 那么请问 是不是将来 是不是一切信息 是不是共享的吧 我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的名字肯定不相同 但是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 那一定是共同的呀 那么这个地方呢 相同的放在哪个对象里边去 还有印象吗 相同的数据放在哪 类对象 实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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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不相同的 放在各自的实力对象里边去 大家都相同的放在哪 是不是放在类对象里边去 这里边有个属性 叫什么 是不是有个下滑线下滑线 克拉斯属性 这个属性是不是能知道 是不是你当前这个类对象 是不是谁啊 他里边是不是也有个叫做 下滑线下滑线 克拉斯这样一个属性 下滑线下滑线 是不是他也能够指向你 然后他也能够指向你 即共享的放在类对象里边 各自都有的 是不是放在实力对象里边去 还有印象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他们目的是只有一个把原来写的这个程序呢 用面向对象给他改了 好了 来 MV 别MV了 VRM VRM打开 用面向对象来写 切翻 怎么做 在这个程序里边 咱们直观的讲 我把代码咱们放在搜索了 同学你看 直观的讲 但不用看具体的码码 总体来说 这是一个函数 从这个地方到这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函数 是不是从这到这了 如果接下来你想把这个程序做得再复杂点 是不是有可能就出现 下边还有个函数 是不是还有个函数 是不是还有个函数了吧 你哪知道哪一个函数和哪个函数之间有配合 你哪知道处理某件事情的时候 是用这两个函数的 还是用这两个函数 是不是很乱啊 怎么知道呢 面向对象来做 来 想要实现面向对象 必须用什么 肯定你定一个类啊 模板啊 class 比方说wsgi 下回线 这个server 不能用下回线啊 object 那么我写了个wsgi 我只是写了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什么 你过会就知道了 就简单一字同吧 你在这个地方叫server也行 叫什么也行 听得清楚了吧 满足大驼峰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的协议呢 他就他 我这必须要打写 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大V 选中在驼 请问 是不是只要是这里边 是不是都应该放在这里去啊 那么这个慢含数需不需要在里边呢 扔进去 要扔进去 因为他要在里边挖处 因为他要挖处 好了 那么扔进去之后来同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个点 我这个地方掉慢含数 是不是百分之百挂呀 那么怎么办了呢 重新 重新 定一个慢含数 重新定一个慢含数 在这 地方慢含数 123123123 那么这个地方干什么呢 控制 整体 控制整体 创建 创建一个 一个对象 创建一个 这个web 然后服务器 对象 然后 让 然后掉用 这个对象的 run下滑线 forever forever 怎么想 forever方法 运行 forever运行 好了 首先第一步 在这个地方呢 写上wsgi 然后接下来controln 是不是这个哥们 是不是都懂不全了吧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呢 比方说w 这个wsgi 下滑线 server 等于他创建这个服务器 那么wsgi 这个server 点 run 下滑线 forever 什么接下来 我是不是想让他永无休止 什么在做运行了吧 记 这么多之后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让你的 整个程序 这里边代码 很简洁 创建一个对象 掉用对象的方法 完了 其他所有的事情 你这个对象里边 自己去搞价 自己去搞价 好同学 那么接下来 我是是不是需要一个 run forever方法呀 那这个方法 最终想要干什么 是不是他应该是 wtual吧 最终是不是他一个wtual 那么直白来讲 咱们原来不是把他 也挪到了这个 类里边去当做方法吗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咱就把他 给成咱们刚刚 会需要的方法 是不是就行了 run forever 那么不就行了吗 既然想让他当他一个方法 那请问同吧 一般情况来说 如果你没有确定好 他是实力方法 还是类方法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就直接写上 这个东西了吧 当做实力方法就可以了 你没有确定类方法 实力方法 尽量方法的时候 直接把它写上serve 先让他当最常用的 实力方法进行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大家再考虑个问题 同学们 基本上就这样了 创建这个对象 调用这个对象的方法 就调用这个函数呗 这边的讲不就 调用这个函数呗 这个函数不是 开头运行了吗 请问我一调用的时候 需要他来创建 套件子 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吗 你设想一个场景 我调用run forever方法 是不是应该来 用无休止的运行 而不是用来创建东西 所以说 理论讲应该干什么呢 理论的讲应该就是 当你去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你是否就应该把 套件子先创好 那么言为之意 就是把这些东西 抵抖着呢 是不是找一个方法 是不是扔到那个方法里面去啊 又因为创建对象 他一定会调用某个方法 所以说 单直接扔到那个方法里面 去不就完了吗 哪一个方法 业引力的方法 来选中再拖 打 选中再拖之后 X或者D都行 捡走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 数字化方法 男人是不是都放在最前面 Diff 两个下核线 I and I T 对吧 写上 self 写上 有没有参数呢 先不管他 对吧 来 P3T 创建套结子 这个样子 是吧 绑定 这个样子 然后类似这个样子 请问 我在这个方法里边 创建出来的套结子 这个决定没错 但是我用了一个变量 请问这个变量 是什么变量 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 实力属性 类属性 什么 静 什么 静态的 实力的 还是什么力的 这不是局部变量吗 我在前面 又没加self 它哪个实力属性 忘了 创建对象的时候 这个方法 不是那个 那个实力对象里边的吗 相当于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加self 你不加self 这个也用不了 是不是那个也用不了 所以说 一个方法里边 产生的结果 在类里边的话 将来另外一个方法 里边要用 是不是你前面加self 咱们前面加self 是不是就可以用了吧 因此要把这个TCP server socket 统统改成self TCP server socket 这是一个了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可能别的地方还有 那么师傅会真的一一修改的 不用 输上一个冒号 s123g 然后写TCP servor 下号线 socket 然后self.tcp 下号线 servor 下号线 下号线 socket 可以吧 三二一 走 这个改了 两个小G 你往上看 123456 一个大G 是不是都改了东西了吧 毕竟它是 这个颜色变黄了 所以说你来个斜杠 随便敲一个 找不到的 它就没有了 找不到就没有了 好了 那么 这个TCP server socket 是不是已经改了吧 来 咱们理一遍 你能改的基本上就改完了 咱们理一遍 第一步 创建对象 是否意味着 它要到这里边来执行 我先看看 因为你掉它的手柄 没有传探数 这个地方就甭写了 这个是属性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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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问题 让他们看上 套件的创建 设定选项 绑定 listen 是不是这里边 基本上用的东西 套件 是不是这都有了 好了 创建 这句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接下来再看这个 Rain for error 那么就到这里边来执行了 这个地方写了self 它就是个实力方法 好了 等待客户弹道来 self或者tcp server socket accept 等待 返回了两个局部变量的值 返回了两个值 给这个局部变量 接下来我通过这个模块里边的process 创建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target等于service client 行吗 service client 请问 既然咱们放到类里边 咱们应该让它当做一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当做一个方法来做了吧 如果这里边要是用到一些实力对象里边的数学 那就是实力方法 大家知道吗 那么是否也意味着这个地方应该给成self点 是个道理吧 既然我是指定了当前类里边的这个方法 那肯定是self点 那么这个地方需不需要加self呢 这是一个局部变量 我保存了 我把这个局部变量的值拿过来传给这个进程 请问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地方就不用啊 因为 这个地方这个值 我其他的函数里边用的时候 我是传进去的 而不是用当前的实力方法共享的 听得就是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用加self OK 这个地方解了 接下来这个模块咱们已经有 这个P 局部变量 P的start 进程开始创建 接下来把这个套机都给了close了 请问 这个地方是不是没什么问题了 OK 基本上 这个验证完了 那么这个验证完了之后 还有一个点 server client socate 你验证完了 还没有呢 来 咱们去验证一下这个 往上翻 往上翻 来 咱们翻到这个位置 再往上来一来 到这了 你给他传了个news 他接收了 他接收了 你是局部变量 所以说我就前面也不用写self 是吧 我就收数据 我进行按照行切 按照行情切割 切割之后 我按照政策来提取 我提取你的名字 如果你是默认只有一个鞋杠 我就默认给你加个主页 是吧 接下来我打开他 打开失败怎么样 打开成功怎么样 请问 在这里边用到的套结字 是否都是我传过来的这个套结材 没问题吧 那么这个地方还有必要的写self了吗 没有任何必要写self OK 理论上讲 就是这样的 你能排查的 全给他排查完之后 同学们 一个经验 紧接的运行 别做别的事情 紧接的运行 PiN3 WebServer 都解 反正没错 反正能运行了 谁知道对不对呢 刷一下 来 Ctrl R刷新 F5是刷新 Ctrl键和R T左边那个也是刷新 Ctrl键和T左边那个R也是刷新 那F5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F5很多情况下 它用的是换存 而Ctrl R一定是强制加载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就是F5 你按的那个F5 有的时候 它就是用了你的浏览器 的缓团 它并没有加载 Ctrl R强制刷新 一定会去重新加载 所以说 Ctrl R还是真正的刷新 你要明白这么一个经验 Ctrl R Ctrl R Ctrl R 没有问题吧 点一个 OK Ctrl C 中文 我这个程序上退出 刚刚我给大家写了个东西 是不是就完成了什么东西 由原来咱们面向过程的 这个服务器 多进程的 是不是给它改成了 一个面向 对象的 是不是一个多进程 那么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这是第一个 咱们多的事情 好了 这个咱就先到这 可以单要两个分钟 来感受一下 我刚刚写的程序